妳來看看第一位 他說他今年 新年 他想要去燙個頭髮 他要燙頭髮 沒錯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沒有看你燙過 沒有 因為我一直以來 頭髮都是直髮 不然就像這樣子 梳得很乾淨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長得比較燥老 所以很容易 就是我平常自己在弄個電捲 幫自己弄一弄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太過於成熟 所以我就很想要看 有沒有方法就是可以燙一個 捲肚的頭髮 然後不要看起來很燥老 可是這就很難 因為妳一想到燙頭髮 就覺得比較難熟 不會 妳說的 老師就說的 接下來真的 而且要看得到的捲 不能不捲 而且在妳頭上同一個頭 不會只看到一種捲 它可能會有兩種 三種 而且這個是在髮廊裡面 是燙得出來的 好 妳現在可不可以利用工具 現場幫它捲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幫妳把關 好 看妳適不適合 它很適合 大小捲 我覺得它很適合 不老氣的捲 對 好的 我們現在先模擬就是說 如果你準備去燙頭髮 但是妳又害怕 老師教妳 如果你家裡有電棒 教妳先這樣子捲 首先是一個中型捲 中捲 然後尾巴是比較細的 OK 自己先捲一下 就整搓都捲掉 對 這是頭髮去繞 對 老師妳這一根沒有那個夾片 沒有 對 這是PRO在用的 而且它是粗到錐形 它是錐形的 它是有一點算扁長 但有一個更明顯的 可以給大家看 這個 這是更明顯的 對 真的 其實在 你可以往內 往外都可以 OK 在家裡是這樣 往內 往外 然後尾巴可以用一點點 所以髮尾要越小捲 好像就是這樣 對 有些人會把髮尾的 這個小捲放在根部 但是其實是 老師 我們燙頭髮的人 有的人會把髮尾捲進去 髮尾是捲的 對 有些人是直的 這裡的髮尾是直 像永兔的話 我就幫他用直的 我們要怎麼樣分別說 我髮尾要捲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一捲 不要捲 一捲捲要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想要比較活潑 俏麗一點 你尾巴就可以流 如果 所以我想要死氣沉沉 沒有 如果你是一個 比較成熟的人 你想要比較慵懶美的話 尾巴就可以有一點彎度進去 其實這個在現場髮廊 都燙得出來的 這個燙得出來 燙得出來的 對 老師 所以在模擬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不要 同一個方向太濕 對 就是我們跟那個捲頭髮的人說 我 我不要一種捲度而已 我不要一種捲度 你可以繞燙 可以直立燙 可以一片的 片繞 超可以 像我現在就是一片的繞 對 然後也可以是 就是 總共幾根了 四根了 像第四種棒夾 對 像第四種 就很混 對 超混 我拿這個小的板夾 是模擬小的捲子 有一種就是馬如龍 我真想 大哥那種捲子 很小混在你 像欣美姐以前有探過很捲的 對 然後 可以用很多 我覺得大家不要去局限 其實在靠近後腦勺這個地方 我就比較會 就是用膨一點點 對 因為大家最在乎的 都是後腦勺 對 我家現在有四根棒子 對 我就打一抽起來用第一根 第二抽就是第二根 第三抽就是第三根 像這樣 輪流 對 可以混 其實我覺得不要怕捲髮會老氣 因為其實捲髮 其實反而會有一種 很朦朧美 對 很慵懶美 男生會更想要保護的感覺 對 我覺得應該會有網友 就直接拿我們的片段 然後去髮廊說 就是去賣夾做 我們通常都是去賣夾 不會是 賣電嗎 賣夾 還有很多人說 妳的腿都是用他們產品 有妳的照片 有 上次有看到 Chill Cray 一個襪子 很多人買 真的 襪子 襪子 她就說老師穿著什麼 睡覺襪 然後弄她的招勵 我會看到 我會穿著睡覺 對啊 她還會寫說 大家好 我是510 對 我也是 大家好 我是心梅姐 她怎麼那麼厲害 我從來不會跟 我再重新叮嚀妳們一次 我從來 從來不會在我的粉絲頁 跟大家講 大家好 我是心梅姐 對 從來不會 然後把她的線分開 連她的瀏海 瀏海 都可以燙 有捲嗎 對 她現在有內彎跟外彎 對 瀏海 我覺得內彎真的是很可愛 對 然後外彎有時候就是要 澎度 這樣很芭蕾 而且有一種韓系的感覺 對 芭蕾 可愛 好適合耶 很適合 而且 她很適合 沒料到耶 她們一講我就說她很適合... 我真的知道嗎 很可愛 其實妳這樣也超適合的 我好適合這個 髮型那麼多 而且很多 沒有... 很多人會不敢燙到這麼上面 對啊 然後其實現在瀏海都可以燙的 對 瀏海 尤其是韓國 現在都流行瀏海燙捲捲的 對 然後頭頂一定要膨 不是這裡膨 因為之前就是很多 我們台灣女生燙頭髮 都喜歡從這裡開始膨 對 然後 從這個眉毛眉毛這裡的 然後前面這邊都扁 對 然後這邊要捲一點點 其實現在要從上面開始膨 這樣好看 然後也讓它平均一點 而且燙頭髮其實是可以 調整頭髮的厚薄度的 就是妳看起來才不會哪裡多哪裡少 燙成這樣子洗完頭就這樣嗎 如果 OK 我要再講就是說 妳看看 消費者說 那我是不是洗完頭就是這樣 吹乾妳 吹乾是不是就這樣 如果妳是燙捲的話 妳想要有捲度就要用烘乾的 對 但如果妳想要大捲的 對 如果妳想要大捲 妳就可以用吹乾的 但前提之下 妳要分辨清楚 妳是後面有沒有機器 還是沒有機器 後面 後面就是通常會有一個加 如果妳是燙那種 可以有加熱的 妳說我加熱 冷燙跟熱燙 對 冷燙或熱燙 燙的那個當下 妳要知道妳的捲子是有沒有加熱的 以前傳統就是冷燙 那個就要用慕斯 那個就要用慕斯 抓了之後再烘乾 如果妳是後面有加熱的機器 那個就不能用慕斯 對 那個就要用 就比如說熱塑燙專用的造型乳 然後再去烘乾 大家要先分辨清楚 我到底是什麼燙 其實如果妳要像這種 這麼立體的話 其實妳可以用的是熱塑燙 就是有一台機器加熱 但如果妳想要蓬的話 因為熱塑燙 它不能捲到這麼根部 所以它就變成說 可能下巴要用熱塑燙 上面可能要用冷燙 它才有辦法燙到根部 對 可以 捲髮可是今年的大師髮型 而且還要不同的捲度混在一起 連劉海也要捲捲的才夠硬 這樣才有洋娃娃的感覺啊 但你們就要說 要一個努力的感覺